柯同學,我們在談,繼續講軌道 又要再講話了 我們上次談到軌道破函數 還有角度部分的YLM 然後軌道部分的破函數,你們在書上的138頁上有 那你們看那個表 那怎麼樣把NLR算出來 我在上一節課有跟你們推導前面幾個 然後有一些特徵 有一些東西我們 就NLR的特性 這個破函數它有一些基本特性 那第一個 曲近於0 曲近於R的L四方 那第二個特點 第二個特性 我們知道 H H多只有函數,對 我們知道RNL是多少 我再寫一聲 這是等於一個常數 是等於 我用多 謝謝 這是我們原先有的 我已經把那個多換成R了 對不對 不過我們知道多跟R是成怎麼樣 成正比關係 所以我們講多其實就講R 我把它寫下來 多是等於 它是正比R 那這告訴我們什麼意義呢 告訴我們 因為 這個 這等於多少 展開到多少 還記得 對不對 OK 那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NR次方的多向式 對不對 就是它是這個多向式 然後最高次方是NR 那這高次方有什麼物理力 你知道多向式有什麼特性 我們講視學上的啦 NR不是1 就不是線性 線性是1 一次方才是線性的 就 NR的次方的多向式 對不對 這樣的多向式有什麼特性 我們講視學上的啦 就它有什麼 如果它等於0的話 有 它有什麼樣 有NR的根嘛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這等於0 根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說node 就這麼多的根 這樣會的嗎 那它就NR跟NL成什麼關係 NR是等於N-L-E 所以從這個規則 你可以判斷它們 這個 就這個函數 它跟X軸 跟R軸 有幾個焦點 但我們知道N越大的話 NR也越大 對不對 因為NR是等於N-L-E 所以N越大 NR越大 那能量也怎麼樣 能量也越大對不對 那這告訴我們什麼物理意義呢 就是說N 就節點越多的話 能量就越高嘛 能量越高 能量是包括什麼 微能加動能嘛 對 微能加動能 那這隱含說 就是說 NN越大 節點越多的話 它的動能也越大 那還繼續 以前我們在講 動能的算符是什麼 是兩次微分嘛 那兩次微分 如果化成曲線圖的話 是什麼 是曲率 這樣清楚 那節點越多的話 曲率就必須要怎麼樣 曲率就必須要越大 所以從這邊也可以判斷 比如說這些能量關係是 那這是第二個特點 第三個特點就是說 我們的破函數 是用YLM來描述 我們用YLM來描述 但其實在你們以後做 你們以後在 在研究所做研究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什麼 我們用的是PX PX PX 然後這是P軌道 然後D軌 昨天那個在 另外一門課 我也講這些 不過在這裡 我會把那全部公式 把它寫下來 所以你們等一下 你把它抄下來 OK 這是在 那這些 這是直角座標來描述的 那它跟YLM是有特定的怎麼樣 有特定的關係的 那底下我就把這些關係式 我把它寫下來 我證明其中 我證明那個最簡單那一個 你們自己 自己一次類推 我把那個寫下來 你們等一下這邊多加個M 因為這邊也有M對不對 對不起 寫錯掉了 這是X軌道 那這個函數 你們數上有的 你們數上那個138 那個138 以上有 這是 然後PX軌道 這是X軌道 我這樣寫好了 我把它寫成直角座標 那這是等於 我這樣這個符號知道什麼意思 就你們把你公式 那個數上138公式 把裡頭R換成怎麼樣 R換成是 根號X平方加Y平方加幾平方 那PX軌道 那這是等於這個 這是X軌道 是這樣子 我這邊寫PX 然後PY 你把 你把這Y的話 這X換成Y 我就不寫了 如果是Y的 我這樣 你們知道我寫的意思 OK 那這個 N1-1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N然後E然後M是-1 這樣會了嗎 然後這邊是 這邊是N然後L等於1 多少M等於1 這邊M等於-1 這邊M等於-1 然後如果是Y的這個 Y的這個會變成這個加號 我用顏色 我用顏色 如果是Y這邊加號 這邊乘上一個I的話 就變成怎麼樣 變成Y的 那Z的 Z的是哪一個 Z的說N1-0 N1-0就是Z的 OK OK 我就不用寫了啦 會了沒有 這是P軌道 然後D軌道 這是DX軌道 然後再寫一個DX平方 OK OK 這你們可以自己推倒 我已經把這對換式寫出來 你們可以自己去證明 OK 所以你們看這個 這樣會有沒有 OK 所以它函數關係是這個 然後我再寫另外三個 我先把所有低軌道 用直角坐標 直角坐標所對應的破函數 所以我把他寫出來 哪一個 這邊有一個二分之一 二二二 對 這是負二 然後這是二 N啦 N 多抄好沒有 都差不多 你們知道我這個寫的含義 這個就是你們書上那個表 130掰的那個表 你把裡頭R換成什麼 R換成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就全部都是怎麼樣 全部都是XYZ的 這樣會了嗎 就是XYZ的函數 那這就是直角坐標的怎麼樣 直角坐標的軌道破函數 那底下我們來討論他們的形狀 那底下我們來討論他們的形狀 這些軌道的形狀 首先我們 我先看你們 你們書上有個圖 你們書上140頁有個圖 你們看 只要我帶出來你們看一下 你們要了解這個圖 有個地方你們要注意 不要忘了你們那個圖 是絕對值平方的圖 而且是YLM的絕對值平方的圖 不是直角坐標的圖 這樣清楚嗎 你們看那個標題 是YLM的絕對值平方的圖 那你們以前所學的 你們可能在普化學過對不對 學過那個是直角坐標坐 那還記不記得 你們在學那個時候 披軌道是什麼形狀 是雅鈴形 但你們這個圖不是雅鈴形 要記得 你的圖是旋轉 是對一種旋轉 所以它是什麼樣 它是環轉的 例如說你們看 中間最上面那一排 中間那個 那是圓環 那是一個圓環 不是一個雅鈴 要注意這一點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 這些土沒辦法顯現的 我們來看PX PX你有畫土的話 該怎麼畫 對 它是一個這樣的圖 就是你們所學的雅鈴形 但是呢 不要忘了 它是有正負號的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正負號 右邊的是 正的X是什麼樣 正的 負的X呢 是負的X 所以它是有正負號的 那你們書上那個圖 就沒辦法顯現出來 因為它絕對是平方 正負號是非常重要的 當你討論到 原子跟原子之間結合的時候 也就是說 波環數怎麼樣 兩個原子的波環數重疊的時候 正負號就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牽合到怎麼樣 牽合到結合跟反結合 就牽合到結合 不過我們這門課 可能會不會 我們這門課 不會上到原子跟原子之間的結合 我們這門課最後談到是 談到那個害原子而已 那這個正負號是非常重要 因為牽合到原子間軌道的相加跟結合 跟原子間的結合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在另外一門課就會談到這些問題了 就會談到這些問題 那另外一點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P軌道跟D軌都是有方向性的 有方向性 它是有方向的 例如說PX軌道的話是哪個方向 在X方向 Y呢在哪個方向 Y方向 G在G方向 這三個軌道可能90度 這三個軌道可能90度 那這些軌道的特性就影響怎麼樣 影響在結晶裡頭怎麼樣 結晶裡頭的箭角 箭角就是說 就一個原子對 跟隔壁原子結合嘛 對不對 那跟隔壁原子它有個角度 這些軌道的角度就影響怎麼樣 影響原子間結合的箭角 也就跟結晶結合有關 所以有兩個特徵 一個是什麼樣 正負號 第二個是角度 這些軌道的方向 這些軌道的方向 這些都影響原子間結合的箭角 那個箭角就是說 就不同兩個結合箭的角度 那這影響材料有什麼性質 影響材料裡頭延展性或者怎麼樣 硬度啦 就是Carninus 就完全由這些角度來決定的 那這是P軌道 我就畫一個就好了 PY跟PY我想 你應該可以聯想到 然後D軌道呢 我們看DXY 就左邊那個D 對 就DXY 我們來看怎麼畫這個圖 很明顯的 這軌道是在什麼方向 在什麼平面 對 在XY平面 就這個軌道是在XY平面 那方向呢 我剛剛談過說 它有方向性 對不對 我們看方向再來 就是說它的軌道指向哪個方向 那我們要判斷這個方向的話 首先我們可以確定 就是說 它是有在兩個軸 兩個軸上是它是等於0 意思說 當X等於0的話 它永遠怎麼樣 永遠等於0 Y等於0的時候 它永遠怎麼樣 永遠等於0 所以在這兩條軸上的話 它永遠都是0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畫了 但我畫的不是很對稱的 它是對稱的 我沒有畫的很對稱 我說在這條線上是0 這條線上是0 這條線上是0 那我們來看 它是有正負號的 在這個區域 X是正的 Y也是正的 所以正乘上正還是怎麼樣 還是正的 所以這個區域是正的 在這個區域呢 Y是正的 X是負的 所以是負的 這區域呢 X是負的 Y也是負的 負負得正 所以是正的 這邊呢 X是正的 Y是負的 所以這邊 X是負的 它有兩個區域是正的 另外兩個區域是負的 另外兩個區域是負的 另外一個是 比X平方 減到Y平方 也有兩條線 在兩條線上 兩條軸上的話 它也是全部都是0的 在什麼情況下 X等於Y的時候 X的決略值等於Y的決略值的時候 所以就是這兩條線 就45度的線 所以它土就變成這個土 那我們看哪邊是正的 哪邊是負的 這個是正的還是負的 在這個區域是X比較大 X比較大是這個 正的還是負的 這個呢 也是正的 因為是X平方 這個地方呢 因為Y怎麼樣 Y比較大 這邊是負的 所以這邊負的 所以這邊負的 這樣會嗎 所以有兩個是正的 兩個是負的 對不對 另外 這兩個 YJ跟JX的話 跟這是一樣的 跟這是一樣的 只是說它是在什麼平面 一個是在YG平面 一個是GX平面 跟這是一樣的 然後最後那個 最後那個 DX平方這個軌道是這樣 這D DG平方 這邊我稍微提醒一下 我們常常用G平方來表示 但它的函數不是G平方 這樣聽什麼 我們常常用G平方來表示 但函數不是G平方 後面還有這個東西 只是我們把它簡化 簡化寫成G平方 有沒有問題 那這個軌道是這個 這個是兩個方向 兩個G方向的 但這個是怎麼樣 這是圓環 就是它繞一圈的 為什麼這是圓環 是因為後面這一向來的 這樣聽什麼 OK 不要忘了這是一個圓環 那個旋轉要轉的一個角度 那我現在問你們 我現在畫了那個P軌道的圖 跟P軌道的圖 跟D軌道的圖 對不對 你能不能從我剛剛畫的 我剛剛特別跟你們強調 它有正負號 它是有正負號的 你們能不能從我剛剛畫的這圖 歸納出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有關這個函數的特性 小不小的 就是說你把 你對角度積分 把所有角度都積分以後 它量是多少 全部都是0 就正負號完全怎麼樣 你不是有立體角嗎 你針對特定 把R固定 把R固定對不對 那對立體角積分 得到結分是0 就平均掉了 正負號完全抵消掉了 只有哪一個不等於0 只有X軌道 因為X軌道是球面對稱 這樣聽什麼 所以X軌道是它的角度平均 是角度平均怎麼樣 不等於0 其他角度平均都等於0 等於0 這樣會 你們書在 所以這次軌道 叫做軌道 我都已經描述了 那不要忘了 R函數它最後 對還有這 這係數 你們不要忘了 所有軌道不管什麼要軌道 這邊是個多項式 對不對 都有怎麼樣 都有一個指示函數下降的曲線 這樣清楚嗎 所有軌道的話 所有軌道 當R很大的時候 R就是R嘛 R很大的時候 它是什麼樣的形狀 都是指示函數下降的 這樣會不會嗎 都是這個尾巴 都指示函數下降尾巴 OK 不要忘了 這不是高速函數 這尾巴我們叫做那個Stator Stator的軌道 不是高速函數是平方 這樣會的嗎 但它不是高速函數 它是 它雖然降得很快 但沒有高速函數降得那麼快 這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所以這邊我所有軌道的函數跟你們講 另外一個是牽涉到以後 我們在講到後面幾張的時候 牽涉到 例如說 我們今天我們講的這個氫原子 是最簡化的情形 我們沒有考慮到很多 很多其他因素 那我們那些 我們最後還有一張 特別講的就是說 它用的名稱叫做 Ride hydrogen atom 這是我們事實上 我們還會講這一張 叫綠了 那小微小的這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我們現在學的 我們今天 就我們這一張所解的這個 還不完全 你們想一想看 我們省略掉什麼 第一個我們省 因為電子的視度可以非常高 所以要考慮什麼 考慮相對的效應 那我們用的是古典的是什麼 我們用古典的動能 我們不是用相對論的動能 所以那邊還在修正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說 因為電子 電子子本身有出口局 我們還會 我們講到自選的時候會談 電子本身有出口局 那一個帶電子電 有攪動力的話 又有什麼 也會產生磁場 所以電子本身會跟磁場交互 跟那個原子和產生磁場交互作用 這些我們都 我們在這裡都沒有談 這些問題在這邊會修正 這樣會精神嗎 在這裡會修正 然後我們在考慮這些時候 我們底下有一些 比較有用的公式會用到 就是R的平均值 就是軌道 軌道的 電子 電子離開 電子離開原子和的平均值 這裡面事實上有 我只是把它抄下來 提醒你們一下 這要牽涉到積分 我把它積分式寫一下 這是R平方DR 然後再立體角積分 對不對 立體角積分 然後軌道的 絕對值平方是什麼 R NL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 然後再乘上怎麼樣 乘上R 乘上R的積分 首先 角度積分可以先做 因為是R跟角度無關 所以這等於是 你們在這角度積分等於多少 等於1 這是那歸 你們還繼續有那個YRM的特性 所以這等於是這 這個積分結果已經有人算了 算出來的結果是這樣子 這樣會嗎 你也可以自己帶進去積分 不過當然 這是蠻難的積分 不是很難 就是有比較低積分還可以積的 這是那個R 另外書上也有這幾個式子 這是你們事實上有 我只是抄起來提醒 就是讓你們 提醒你以後 提醒你以後 某一條會用到這些式子 對 以後我們在談真正的清原子的時候 會用到這些結論 我們這一張就是 我就講到這裡 就聽原子不能講到這裡 然後我給你們洗題 我不是用書上的洗題 不是書上的洗 對了 我不是從書上弄的 你們看你先 有沒有看懂這個題目 就是說有一個 我們知道一個 在清原子裡頭 一個電子的破盤是這樣子 我要你們求那個 在基態的 發現在 基態的後藍率 你們基態是哪一個 R多少 R1點 這是球面對稱的 這是球面對稱的函數 我這樣想 這不讓 放 F-O-R-F-O-U-N-D 聽不看懂了 F-O-O-N-D F-O-N-D F-O-N-D A-F-O-N-D F-O-N-D F-O-N-D 谢谢大家